阿富汗九岁小姑娘双目失明 但是仍然坚持学习 每天要走两公里路去上学 上学的时候 在姐姐的牵引下走到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 她还能在班上名列前茅 小姑娘名叫玛拉来 她患有先天疾病 从出生起就失明 目前在阿富汗中部的奥鲁兹甘省一所小学校读四年级 她热爱普世图文学 平时主要靠听力学习 老师讲过的知识 她都能记住 由于阿富汗六年级以上的女孩无法上学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她将无法再继续接受教育 因此格外珍惜在学校的时光 尽管她是盲人 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仍然在班上名列前茅 由于眼睛看不到 她走路非常慢 每天早上七点就从家里出发到达学校所在地 学校附近有一百多座泥屋组成的村庄 她就读的学校是村里唯一一所小学 村里一共有数百名儿童 只有35人能上学 小姑娘所在的学校共有三个房间 只有一个房间被用作教室 其他房间都是空的 课程每天7点30分开始 每周六天 每天三小时 教室里一共有35名学生 20名女生和15名男生 班上的女生坐在前面 男生坐在后面 四年前村子里才开设了这所学校 这名老师也是两年前来到这里的 她现在负责给学生上课 放学后还要照看学校 小姑娘 马拉来非常聪明 具有出色的学习能力 因为眼睛看不到 听力和记忆力非常出众 她能记住老师在上课时 所讲的课程内容 她没有因为看不到东西而自卑 反而因为自己出色的记忆力而自豪 她最喜欢的科目是 古兰经 历史研究和普世图文学 在课堂上 姐姐始终坐在马拉来附近 这样她就可以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放学的时候 在她11岁姐姐的帮助下走回去 自从她开始走路以来 姐姐一直是她的向导 马拉来的父亲35岁 是一名街头搬运工 每天都要出去寻找工作 由于收入不稳定 她没有多余的钱 来雇佣三轮车供女儿上学 因此 每天都要小姑娘步行两公里去学校